兼取四大哥后 张慧妹 林依莲 蔡静雅 还有娜英 为了帮助受虐少女募款 宣布将会在4月20号 无仇在台北小巨蛋来举办演唱会 希望能够募得一千万元的善款 而初步统计呢 四个人的唱酬加起来呢 其实就超过一千两百万元了 四位天后呢 不但是各个唱功了得 爱心更是不落人后 经典歌曲Beautiful Love 歌后蔡剑雅不但歌声了得 爱心更不落人后 找来金曲天后林依莲 张慧妹 娜英 破天荒齐聚一堂开唱 要为受虐少女募款 你是我的甜美 你是我的baby 大声喊出来 让你爱的人知道 Come on 你是我的甜美 你是我的baby 四点后首度齐聚一同开唱 宣布于4月20号将 无仇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女生团结音乐节 元年演唱会 计划还会带邀请重量级 女歌手站台 希望能筹得一千万元善款 就这样被你占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据了解这个慈善演唱会是在一次由蔡建雅阿梅娜英的姐妹套聚会中做决定 一开始是由蔡建雅提出想法将音乐和慈善做结合 后来林一连得知消息主动提出愿意共享盛举 目前四天后仍在调选曲目和编排演唱会内容 蔡建雅还为演唱会量身定做主题曲 四天后这次举办爱心募款演唱会 初步估计光唱酬价值就超过一千两百万元 不但个个实力了得更是爱心满满 解综合报道